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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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证券市场原来的本来的目的 目的就是有公司需要钱 或者有机构需要钱到市场上去筹一笔钱 这就是这个IPO的过程 那么它实际上实现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资金的转移 从市场上来看 我们看到了新的证券的产品 或者是股票 或者是债券同样的 在市场上这个工具就增加了 二级市场我刚才说的 这个量其实是不增加的 对不对 二级市场上只是不同的换手而已 但一级市场的交易 增加一百万就是一百万 一千万就是一千万 当然了 这个证券发行实际上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具体的来说 最起码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 一类是私募 一类是公募 公募我们平常不太说 因为像IPO 它就是直接在市场上公开招股 它就直接就发行了 私募听得比较多 对吧 私募和公募的主要区别 你们知道吗 简单的来说 就是私募实际上是自己筹了一笔钱 直接把这个公司的股份给买下来了 当然这个买的过程可以各种各样的 买的过程可以各种各样 但它是没有任何公开的招股的过程 一般来说也不需要中间商 这个不需要通过市场来做 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 这个十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国内私募特别少 现在我看到处都是这个 几乎每个人都是在做私募 私募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大家觉得钱比较好赚 是因为还有很多机会 国内有很多公司 私募基金最喜欢投的公司 是什么样的公司 你们知道吗 什么样的公司 不知道 当然是未来能赚钱的公司了 对吧 一般来说最喜欢投的 就是马上要上市的公司 所以你看各种这个基金 这些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 都是在到处看不同的这个公司 那么尤其是这个公司 看着可能要上市了 可能准备上市了 他就最愿意去介入 那么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那个公司也愿意让这个 既然我马上要上市了 我自己也能赚钱了 我为什么还要请这个私募基金 到我这儿来缴一把 上市比较困难 所以可能是希望 他的这个资金的支持 他的关系的支持 私募基金有很多关系吗 也可能 但是也可能就是有很多私募基金 他实际上是进来了以后 他还帮助你改善管理 那么这是有很多 他就买下你30% 他直接派管理人员 然后再做其他的一些 他显然可能是有这个价值 我想钱可能是吃药的 因为如果他要上市了 他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机会 那么可能是你可以给他 改善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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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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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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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改变他的品牌 或者各种形式 他上市了 你们两家都能赚钱 当然对他来说都比较容易 所以私募基金大多数情况下 一般来说 投的时间比较短 投的时间比较短 很少有长期持股的 我们知道这个新加坡 有个淡马戏 叫什么 淡马戏 他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做的 就是这样股权投资 那么股权投资 他实际上就是 当然他也不见得 一定要看你上不上次了 如果足够大的话 他这个钱进来 但是他的目的进来 就是为了赚一笔钱 过一段时间就走了 他不是说要跟你一起 把这个公司做多大 当然时间有长短了 那么这个 他的这个好处就是 比较节省成本 对吧 基金经历这个全国 这个每天都在全国各地赚 跟不同的这个公司谈 有些公司就比较牛 就不愿意接受 这个整天有这个 私募的这个基金经理 跟他谈 有一些就整天追在 这个私募基金的经理后面 完全看你的这个项目的 这个市场上的这个状况 那总体上来说 成本比较低嘛 谈拢了就 就这个投钱 这个改造也比较容易 麻烦就麻烦 在你进去了以后 往往你出手也比较麻烦 如果是你看好的一个公司 别的人不看好 你想嘛 你想出手 显然是你觉得 这个不是特别方便 可能比较麻烦 你要找下家就比较难 尤其是在上市以前 上市以后可能相对就 上市以后可能就相对 比较容易一些 公募的话我想其实就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请一家投行 请一家投行来帮你设计很多 你需要做的这个改编 尤其是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 国有公司 上市以前要做很多包装 给你看这个资产 适合放在这里头 这个资产放在某公司 总体上来说就是有一条 看哪一些资产放在这里头 最能够吸引这个投资者 能把你的股价卖得最高 所以这个是他们做的这个工作 所以投资银行在这个里头 发挥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投资银行等于是 把两边都给接在一起 做得好 钱筹到了 投资者也很高兴 尤其是我们以前这个IPO 一上市就翻两三倍 这是很正常的 当然后来就不见得每次都能翻 但大多数情况下 能拿到IPO 基本上都是赚钱的机会比较大 它都会留一个余地 当然也有发行不成功的了 发行不成功的 这个就对大家影响就都比较大 这个时候对这个公司的 这个投行家的这个能力 它的这个人脉 尤其是在这个资金界的影响力 就有很大的这个关联度 那么做投行 大家觉得最难的是在哪一个关节 销售 销售应该还不是最难的 审批 审批是比较难 但是审批看在哪儿了 在国内现在也不是像那么难 以前确实比较难 以前因为这个额度是完全有国家控制 由政府决定 所以这个审批就非常困难 定价 定价是一个技术活 定价确实比较难 因为你需要定一个价格 要让两边都满意 这个有的时候就不是很容易 这个筹钱的人总是想筹得越多越好 对吧 但是你要买的话 你要是价格太高了 人家就没兴趣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技术活 其实投行最难的这个工作 是把这个IPO给拿到 因为你知道你每一个公司 尤其是比较好的公司要上市 大家都愿意帮他们做 对不对 大家都愿意帮他做 这样的话经常听到有很多投行家 整天跟着这个可能要上市的这个公司的劳总 或者他们的这个经理人员背后 这个可不是一天两天 可能是三年五年 因为你就像求爱似的 不能说要结婚了就来了 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但是那就看你实力了 对吧 你实力很强也行啊 到时候把别人给挤出去了 这个这样的事情是有的 但是从对大多数这个投行来说 就是你的一直很早就给他提供各种服务 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活 所以你看很多投行家 实际上大多数做投行做得很成功的人 他不见得是一个技术非常会的人 他有这种可能连IPO算都算不过来 但是他就能搞定这个单子 搞定单子干活的人多的是 对吧 你看这个很多这个最好的这个商学院毕业的人 全部请来给他们做这个工作人员 但是最难的其实是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人 只要能把单子拿来 大多数投行都可以搞得定 当然后面刚才说的这个定价啦 这个销售啦 这一些也都是这个比较难的 曾经发生过 我刚刚到花旗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一个中海游 就愣没做成 结果这个后来影响非常大 这个不是一年两年 就是最后没上去 没上去以后人家也不敢随便把这个单子给你了 所以你这个一出问题以后 后来的你的这个影响就比较大 那么这个证券发行也可以把它分成 直接发行和间接发行 直接发行实际上就是 有点像前面说的私募 但它也可以是其他形式 就是需要钱的人 直接就找了这个愿意投资的人 就相互之间这个交易就做成了 所以但它不一定是私募 如果是说间接发行 间接发行就是投行 给你写一个发行的这个建议书 交到证监会 证监会批了以后 你就开始 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很具体的限制 比如说你首先你可以把这个上市的这本书 交给这个中监会 交给中监会了以后 一般有30天的这个等待期 这个等待期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基金谈 但是你不能告诉它价格 因为价格最后是要经过这个审批以后才能决定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你要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意向 你才能最后把这个定下来 对吧 你随便定一个价格 如果大家都是不感兴趣的 所以这个询价过程也很重要 投行的这个网络系统非常重要 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广阔的这个网络系统 有的时候你要拿出一个很大的这个IPO来 你找不到足够的人来买 也有问题 那么间基发行各种形式 所谓的间基发行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们已经决定了 比如说一亿美金的这个股票 要把它给卖出去 是吧 这个价格和这个发行商这个共同决定了以后 怎么把它给发出去 这个时候发出去的形式各种各样 有各种不同的合同 第一种比如说代销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们俩订了以后签了合同 我就开始给你代销 代销的时候 那就是卖多少 我收多少 比如说这个每卖一百块钱 我收百分之二点五 或者顺值更高 百分之三百分之四 股票比较高 这个债券比较低 但是债券发行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因为它规模都比较大 那卖出去是多少就是多少 到时候如果卖不完呢我也没办法 市场就是这样 这就是代销 第二种是这个注销 注销实际上是这个英语叫best effort 就是我尽我最大的这个能力 帮你都给推销出去 万一如果有一部分最后还推销不出去 我就把它给吃下来 所以说做投行并不是说就一定是赚钱的 它也有风险 很大的风险在这里头 那么第三个 那就更不用说了 包销 包销是什么意思 你要发行一亿美金的股票 你就全部卖给我了 然后我就看我怎么卖就怎么卖了 我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当然你有很大的这个激励 首先要把它都给卖出去 然后卖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对不对 因为最关键的一条 这个跟公司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你已经全部给包下来了 所以它完全有不同的合同 但是为什么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投行 不同的IPO 它会定不同的这个合同 行销的这个方式 完全是双方的这个各种关系不一样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股票本来就比较好销 然后这个发行商 他自己觉得也无所谓 那就是这个代销是最好的 对于这个投行来说 代销是最好的 它没什么太大的风险 卖多少就是卖 就像卖肥皂似的 对吧 卖出去十块就是十块 卖出去一百块就一百块 但如果是这个包销的话 这就有风险 你在卖以前先把这个一万条 一万块肥皂 全部先搬你们家里 然后你就卖 但是也有很多公司愿意做这个 愿意做这个 因为他看着这个里头的这个手续费 非常可观 甚至你经常听到有很多 很多投行 为了帮助这个公司上市 先贷款给他们 有很多公司钱不够 贷很多钱给他们 为什么要贷钱给他们 他们需要投资吗 需要投资 没有别的人投资 我投资给他 把这个公司做得很好看 做得很好看 一上市 我还是能赚钱 到时候他可以把钱还给我 所以这个里头 它实际上反映的 就是这个发行的机构 和这个承销的机构 两个之间不同的利益关系 不同的力量的对比 你求着我 还是我求着你 就决定你的合同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要多赚钱 少承担风险 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了 没有任何事情说 是你只要有回报 没有风险 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它最终肯定是一个 这两个因素的一个权衡 是你只要不过来就像我一样的那样的事 是你只要不过来就像我一样的事 我还想你一样的事